民生水資源再生中心 預計今年底完工 屆時可以增加北市每日4萬噸的污水處理量 並且每天可產製1萬公噸優質再生水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帶領相關團隊舉行上涼典禮 為工程祈福判如期完工 實現2030年台北污水完全自主處理時針院機 我站在這裡都在談刺很多 因為93點我帶了那時候的 衛工書的陳永輝 那時候他是內務長的長長 那我帶了大概我們衛工書的團隊 到了這個美國購餐機器餐館 可以去考察 那考察回來 第一格的印象是 在聖地牙哥 他的污水處理場 是每天處理100萬噸 但是全部都是30處理 他把100萬噸的所有的水 處理完了以後打到所有的公園 是一個礦礦 所以聖地牙哥的這個現任檔 抓到那麼大 雖然切除了 但是今天如果93點到現在應該會是 才看到我們水處理30處才開始 第二個我也已經在場報告 在這裡 烏水處理場的部分 當初新建內湖烏水處理場 開始的時候 他雖然是處理偏15萬噸 但是開始的時候只有2.4萬噸 那四個污水處理場 也不靈活 讓我們在這裡做了一個沿路島 讓他跟湖化廠有一個散工 那是10處的 正面的耐黑龍島 那黑管座還沒有厲害 更厲害的是 中間還有一個硝化廠 那是硝化廠 其實也是在洛杉磯市 因為洛杉磯市的污水處理場 只有1個散工 是有消化廠 那時候內湖的污水處理的時候 屋領不知道哪裡去 因為黃寶奇說 山豬都不讓我們原來 他叫我們去燒 那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主好看到這一個洛杉磯的污水處理場 把屋領打到一個散工 所以我們就從內湖 在台灣的大館中間 再設一支小館 把屋領打到5萬元 那一點也能使得 將近三千萬到五千萬個屋領的數位 我們可以推估每一年的接管率 可以至少增加0.8的百分點 那其實在整個台北市的下方 遍布著污水管區 包含我們的主支幹管 水支管 檢林後管等等 它的總長度呢 已經達到了272萬餘公尺 那最新污水管區大多用重力的方式 收集污水 那我們在台北市境內 目前是透過我們的內湖 遺化及我們代管的巴黎茶 來做後續的污水處理及操作 那目前我們正在興建中的民生水支中心呢 我們在明年投入營運之後呢 它將是台北市第一座的三級水支援的處理中心 那它每日最大日污水的處理量 可以達到4萬CMD 它的地理區位呢 剛好是在我們基隆河端的中游 也剛好是在我們內湖廠的對岸 台北市有兩大的一個願景目標 首先我們必須要在2030年呢 要實現污水完全自主處理 即2032年我們的激光普及率呢 要達到9成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呢 我們計畫 除了民生水支中心之外呢 我們在內湖廠 所以在116年提升為三級處理 那我們的濱江及四十老廠呢 也會預計在119年新建完成 屆使台北市境內的五座水支中心呢 每日提供最大的污水處理量 可以達到97.5萬CMD 產製的回收及再生水 也可以提高到13.6萬CMD 經過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及WCCD的認證了 我們目前非污水晶三級處理的比例呢 是1.34% 預計到119年的時候 非污水晶三級處理的比例 可以提高到50% 屆時就可以按世界一流的城市 並駕齊居 甚至超過洛杉磯 那以下進行本工程的簡單介紹 那其實民生水支中心它的過去呢 就是台北市第一座的污水處理廠 它在1970年的時候就啟用 它服務了民生社區周邊大概一萬兩千人 那在2002年歷經雅次庫廠改建 工程生退處理觀察 那我們現在在原址重建了民生水支中心 那這個工程呢 它是用統帽模式來辦的 它由河水利德富臺等工程團隊協力完成 它的PCM建造是由十星工程部位來擔任 那預算金額21.8億 那我們在110年的4月15號開工 那預計在今年的11月9號會竣工 目前進度超前 有信心都會如期如指的達標 完工後民生水支援再生中心 有力推廣再生水使用 串聯聯近浮遠公園與松山加壓站 成為上中下水的環境教育主題園區 不是只蓋水支援中心 我們還把附近的浮遠公園 一併做改造 那浮遠公園以後也會使用我們的再生水 來做這些綠樹、綠地的浇灌 另外旁邊還有個自大水下壓站 我們也去把它做一些外牆 那個範圍的整理 讓它可以變成是一個結合有上水、中水、下水的環境 教育園區 可以讓小朋友或是視頻朋友來參觀 可以知道說 我們生活中的水是怎麼產生的 然後我們日常生活上怎麼樣會產生污水 污水怎麼樣經過收集、處理 最後還回收再利用 讓視頻朋友或小朋友可以知道說 這個水事業其實是非常珍貴的 主體建築物會取得智慧建築銀及綠建築標章 選用能源效率標章等級的節能設備 且導入自動化、資訊化、數位化等整合服務功能 期盼民生水資源中心及下水道環境教育館如期完工 記者問郡臺北報導 記者問郡臺北報導 In cords if you need a review non I � I C C